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一個砲彈 以這個50公尺每秒的出速 這是V0 等於50公尺每秒 大圓37度的羊角這樣射出去 在最高點 爆裂層的兩塊 質量比是1比2 兩片同時著地 且兩片的落點和原砲彈發射點 在同一個直線上 其中大片落點的位置 比這個發射點的距離 相距這個150 就是10公尺 假設重力加落度是10 10公尺每秒每秒 那麼他問說 小片的 與這個發射點相距多少公尺 他是怎麼做 因為他是同時著地 代表他水零爆炸 所以他在空中兩個物體受的力 也只是重力 所以他的軌跡 直線的軌跡 會沿著原來的炮物線 那這個的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炮彈 如果沒有爆炸 他的射程 所以Nc 等於什麼呢 Nc 等於 這個Z分之 2V0平方 317大 cos17大 有時候 我們會把兩倍的317大 合併成327大 不過在這一體的話 我們把它拆開來 比較有重 因為這個317大 這個是37度 37度的話 這個是5分之4 這個是等於5分之3 那cos37度 這個是5分之4 然後把它帶進去 我就可以 算出這個 直徑的位置來 這10 2乘以多少 微理是50 所以是50乘以50 再乘以5分之3 再乘以5分之4 這5消掉 越掉是10 越掉是10 越掉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那個 2326 6424 240 直徑位置 在240 240的話 那較大快的 距離遠點 是150 所以較大快的在什麼 在直徑的左邊 那較小快的 就在直徑的右邊 這個是240 那較大快的距離直徑 距離多少呢 就240 減掉多少 240 減掉150 剛好是90 所以這是90 我們知道說 兩物體爆炸以後 它兩物體相 距離這個直徑的位置 距離跟質量什麼比 現在這質量是2比1 所以這距離是1比2 那這1就是2 這個是這兩倍 所以這是180 180 好那這樣的話 是小快的 距離遠點 就多少距離 就240 加上180 240 加上180 這是420 所以這是420 所以這一節答案是420